总统赖清德在今天宣誓就职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恭贺他上任 祝贺台湾人民 期待赖总统跟台湾各界努力 来维护台海和平的稳定 那布林肯他也透过声明 说美国恭贺赖清德上任总统 也祝贺台湾人民再次展现 强大坚韧的民主体制 他还说这美国人民跟台湾人民的伙伴关系 根植于民主价值 贸易经济文化还有人民往来 也不断的扩展以及深化 那其实还有其他的外宾也都到场来致贺 那么其中日本是派了史上最多的跨党派议员 到场来管理 那包含安倍晋三的遗孀 以及安倍晋三的侄子也都到场 面带微笑 一一和外宾团握手 520就职典礼外宾致贺 共有51团508位外宾 前来向新总统赖清德 副总统萨美请祝贺 身穿西装传统服饰来到现场 和赖清德握手恭贺 友邦史瓦帝尼国王和王妃带领团队 搭乘专机来台出席就职典礼 友邦部分一共有八团元首团 一团副元首团及外长团 还有两团特使团前来祝贺 展现友好邦交情谊 不仅邦交元首到场致贺 就连日本也派了35位跨党派议员 前来观礼 是史上人数最多的一次 其中安倍晋三遗双 安倍昭惠也特别来台祝贺 安倍晋三侄子暗信签示 还和赖清德分享手上 所戴着的是安倍晋三的手表 不仅凸显台日友好 也展现赖清德总统与安倍家族的身后友谊 除了日本美国阵容也相当庞大 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特地前来管理祝贺 不仅如此白宫也派出了官方团队来台 成员背景涵盖国安外交经济等重要领域 凸显台美紧密合作关系 非邦交国外兵团还有英国澳洲韩国等 也全都派遣国会议员来台管理 就这典礼这天五十一团外兵团 五百零八位外兵前来祝贺 也展现过去八年 民进党政府的外交成果 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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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